影视圈有不少经典的荧幕情侣,比如周润发照雅之,古天乐李若彤等等,但估计很少有演员的合作次数能超过这一对的,那就是刘松任和米雪。 刘松任比米雪大六岁,差不多同时出道,一个英俊帅气,一个娇丽可爱,两个人为观众奉献了不少经典好剧。 1980年,25岁的米雪和31岁的刘松任,第一次合作了电视剧《大地恩情》,饰演是婷婷和周启花,次年又再度合作《武侠的女花》,因合作十分默契。 1985年,刘松任和米雪又在《武侠片平宗侠影录》,分世男女主角张丹峰和云磊,该剧播出和《狠火爆》,成为最经典的一版《平宗侠影录》。 而刘松任和米雪也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荧幕情侣,此后,刘松任和米雪又接连合作了十多部作品,比如《法网柔情》、《秦始皇》、《极笑音乐》、《八月桂花香》、《人间留情》、《以千托隆记》等等。 是观众眼中最默契的黄金搭档,两人上一次合作是在2010年的《鲜平宗侠影》,分别是演叶莹莹和谢天华,由于合作默契,长相又十分百配。 不少人也很好奇,刘松任和米雪有没有因戏生情过,甚至希望他们生活中也走到一起,不过这可能就是有缘无分吧? 米雪出道没多久就凭借射雕英雄转红刀发辞,身边不乏追求者,其中就有成龙。 但是米雪在这段感情中受到很重的情伤,后来她又遇到了运动员叶志强,两人从1984年开始谈恋爱,直到2010年她因病去世,两人相守20多年,但一直没有结婚。 如今米雪虽然还是单身,但很享受现在的生活,她依然活跃了眼一圈,保养得更是好的不可思议,看起来了一点不像已经63岁了,美丽如初。 而刘松任1992年认识了现在的妻子,是一位圈外人士,比她小二十多岁,两人相识后很快就进入婚姻的殿堂,恩爱至今。 如今的刘松任也还在不停的拍戏,年轻只应却帅气,现在69岁也是风度偏偏,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她和米雪在合作呢。